大家好,我是一小点 平时我们做面包最麻烦的就是揉面这一步了 今天我们就来做一个不用怎么揉面也一样松软的汉堡面包 我们先来做一个海绵较头 你也可以管它叫波兰较头 它和中种面团差不多,只不过水分高一点 把牛奶用微波炉加热15秒左右 到温热但不超过40度的状态 然后加入酵母化开 我们今天使用普通的中筋面粉 换成高筋也可以 加入刚才的牛奶搅匀 用刮刀清理一下边上的面粉 盖好先醒10分钟 让面粉和水自己融合一下 再用刮刀搅拌一分钟左右 盖好 放入冰箱冷藏发酵一碗 这个焦头最多可以在冰箱里放3天 接着我们来制作主面团 这是我们提前准备好的焦头 可以看到体积有增大 表面和内部有很多发酵产生的气泡 加入面粉、糖、盐和一个蛋黄 给它搅拌成团 最开始可能会有些干粉 但是等液体浸透面团之后 就会变得很湿黏了 这些粉都会被吸收掉 你可以在碗中把它揉匀 也可以把它转移到台面上操作 用搓洗衣服的方式把面团揉均匀揉光滑 由于面粉的吸水性不同 如果面团湿得过分 可以加一丁点面粉 揉好的面团撑开看一下 面筋已经有些形成了 可以撑出一个厚厚的膜 我们把它整理一下 盖好放到冰箱里冷藏静置15分钟 让面团通过水和作用进一步形成面筋 冷藏静置过的面团 可以掺出比刚才更薄的膜 只不过没什么太多的韧性 破洞的边缘也呈现锯齿状 我们现在加入软化好的无盐黄油 将黄油揉至全部被吸收 大概3分钟左右 然后再揉2分钟 让面团表面更光滑 这个时候再来看面团 由于油脂破坏了面筋原来的结构 它的膜反倒不如之前了 现在把它再放回冰箱 冷藏20分钟 我们再来看一下 面团现在可以撑出比较薄的膜了 虽然它的破洞边缘还是呈现锯齿状 但是我们制作汉堡面包也不需要太拉丝什么的 这个程度就完全可以了 因为面团和容器从冰箱里刚拿出来 温度都比较低 我们可以换一个碗 盖好放在温暖的地方发酵到两倍大 面团的温度比较低 可能发酵的时间会比平时长一些 但发酵的具体时间还要看发酵环境的温度 这是我们发酵好的面团 手指蘸点面粉在中间戳一个洞 它既不回缩也不反弹 我们把它转移到案板上 用手按压排气去除里面的大气泡 我放在了硅胶垫上 因为这样可以不用加多余的面粉 如果你在面板上操作可以加少许面粉防粘 把面团平均分成4份 每份大约80克 如果你想制作8个面包 可以把包括浇头在内的所有材料翻倍 把每一份面团向中间折叠 然后翻过来利用与案板的摩擦力 再手心搓圆 最后用双手稍微整圆 放到垫好烘焙纸或者硅胶垫的烤盘中 中间留一些距离 然后把它放到温暖湿润的地方进行最后发酵 可以放在烤箱里 把烤箱灯打开 里面放一碗刚烧开的水来增加湿度 预留一些时间将烤盘拿出来 一边预热烤箱 将烤箱预热到180摄氏度 烤箱一定要预热到位才能开始烤 等烤箱预热好了 我们的面包也差不多长到两倍大了 用手按压一下面包表面 凹陷处可以缓慢的回弹就可以了 在表面刷上一层鸡蛋液 鸡蛋液要刷的薄而均匀 然后撒上芝麻 可以用一个大网眼的筛网 这样可以撒的很均匀 用手按一下让芝麻粘的牢固一些 提前用烘焙纸做一个简易的模具 折叠两层 然后用定书机固定就可以了 对折之后长度差不多14厘米 宽度3厘米左右 把它套在面包上 这样面包可以往高了长 就算整形不是很圆 它也能烤的比较圆 把面包放到预热好的烤箱中层 烤17分钟 如果后期颜色够深了 就在上面盖上锡纸 防止表面继续上色 这是我们烤好的面包 把它转移到烤架上晾凉 虽然我们没怎么揉面 也没揉出手套膜 但是你感受一下这个柔软的程度 虽然用这种水合法不至于直接静置出手套膜 但是做这种简单的小面包还是挺方便的 我们把它横向切开 看一下里面 还是很细腻的吧 如果你不是当天吃 可以等它凉透之后放到保鲜袋里 密封冷冻保存 下次吃的时候提前从冰箱里拿出来 自然解冻就可以了 用它来制作一个简单的汉堡 我会把食谱放在信息栏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请不要忘记帮我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 B站的朋友请不要忘记投币转发收藏 我是一小点 我们下期再见